吼吼西大冰箱 我們打工部的城市長 郭主局的鄒親長 鐵圖公會的謝偉士長 還有非常多在座的尊敬貴賓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 為著鐵圖事業一起打拼的工作夥伴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榮幸 也非常開心 能夠受邀來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 勞動鐵慶大會 以及我們鐵圖事業 打拼的經驗選出來的六十月會 模範勞工凱國的頒獎 非常多幸 也機會來跟大家見面來講解 我只講三件事情 一個祝福 一個感謝 一個喜群 首先我要 先恭喜祝福 我們六十六位 今年得獎的鐵圖 每一年 每一年都會看到 台灣鐵圖的發展 跟台灣鐵圖的表現 今年 今年我們看到 我們不光是 各個業務上的成長 跟持續有新的一些 創新 更新的服務項目的推程出席 同時我們看到 在交通各大家庭裡面 我們鐵路 之間的項目合作 來符合民眾的期待 二十六號 也就是過年前 熟悉的前一天 熟悉的小營業 也就是我們今年 春節延假的第一天 一大早 台灣發生一件大事 避震來了 然後馬上交通部就變 很嚴肅的考驗 因為大家都急著要 搭車回家去過 所以高鐵不通了 當時交通部馬上要 面對如何解決 高鐵也意氣 有超過二十萬個一次 到這個大面 但是高鐵 只能通到台口 有個安全問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請我們 協助協助協助 設法來協助 他們也有控制單位 支持到我們 但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還記得當時 眾議員都會講說 我們真的有困難 因為鐵路也 票也都賣出去了 鐵路的車子都排好 同仁已經加班加到直線了 當時我是拜託州局長 跟邮局的相關的單位 大概起來努力 翻箱倒退 找找看 我們還有沒有測試的地方 我印象中 最後我們找到 有6AS 甚至有1AS 我放在台中 也掉過來 緊急應變 持續從台中往下發射 然後讓高鐵 能夠在台中下車以後 雖然還是要等一段時間 不過至少有車可以搭 可以搭到高旋 可以搭到台南 可以搭到家裡 讓相關的旅客 至少半 但是 有辦法 可以做上火車 可以完成 是可以不再過程 同時給我們 客戶單位 第二隊的掌聲 來 台北老商務 對於台鐵在這麼有請求的地方 在自己有非常沉重任務壓力的情況下 還能夠幫助我們交付運輸 最重要的是幫助我們民眾 幫助旅客 可以回到會 我還是感激 那最後 有一個請求 我剛 剛才坐在下面在想 聽的時候很喜歡 我在想 到底 我們鐵路運輸 這樣的一個行業 它的擇心價值是什麼 我自己的答案是 它的擇心價值就是 服務的價值 因為我們永遠都是要 面對旅客對我們要求服務的一個期待 旅客要求我們有更好的服務 旅客要求我們有更圓滿的服務 旅客要求我們有更舒適的服務 旅客要求我們有更隨便的服務 kten 服務 FoldPal Currently icker その�口 是我認為是蠍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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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準點的回到他的與自分的利益 到達他的工作單位 到達他的家庭 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也值得我們用終身的力量 終身的努力來滿足這樣的價值 所以我認為在有個單位 有開會工作的同仁 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在工作上應該是很快樂 也值得我們珍惜 最後祝福所有的一起工作 打拼的夥伴們 各位隊員在系列也能夠平安順遂 事業順利 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鄭市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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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市長所提示我們的市區跟熱情 鄭市長也告訴我們 鄭市長 鄭蘊